好的,我们这个基础课已经要进入到大结局的阶段了 在我们演示了五个案例之后 我相信大家从中看到了很多我们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以至精神动力性心理治疗的要素 那现在呢,我对郑老师有一个问题 假如你要写一本技术书的话呢 第一章你打算写什么 如果是技术的话,应该是开场 对,你第一章打算写什么呢 应该是咨询的设置或者是开始 啊,开始 第二章呢 我肯定也会受有的技术书的影响 第二章的话可能会是比如说一些疫情啊 精神动力学的 疫情 嗯 第三章呢 那就我反疫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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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些都还是会需要去一点一 一些一些很多很细的去分出来去去去谈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以前这一边可能要分成几个亚章 嗯 有可能 反正以前也会分成几个几 有可能 然后呢 嗯 然后就是我不知道像面智澄清诠释 嗯 嗯 需不需要变成一章或者几章 澄清与面智加起来的体量可以是一章 即是很复杂了 嗯 即是估计得另列一章了 是 嗯 这种就是一些干预性 对对对对对对 前边是来理解 后边是干预 嗯 还会有什么呢 那就比如说支持性治疗的技术 啊 支持的 嗯 支持那个技术 嗯 还有呢 嗯 然后可能就需要再探讨说就这些基本的技术探讨完之后 嗯 祖康啊 嗯 祖康放的这么口号 嗯 复兴治疗反应 嗯 还有呢 嗯 大概是要这些要去理解 嗯 然后 估计建筑行动要放在这一站里 哦 是 嗯 但这些有可能造成僵局 嗯 治疗僵局 对 僵局以前是 然后呢 嗯 我在想 嗯 啊 那个 关于设置上面就是 嗯 包括了中立啊 匿名啊 这些的 包含了态度 态度 嗯 也包含了治疗情境 嗯 对 这些是需要 嗯 需要说明的 嗯 开启了什么呢 嗯 好像 这到结束了吗 没有 嗯 好像没有 什么 精神分析线心理治疗 以其他形式治疗 如何的相互帮助 相互帮助 嗯 及药物治疗 medical care 嗯 我们有时候需要 同精神科医生 携手作战 这中间 同精神科医生 之间的关系 就会渗入到 前面这些 所有里头来 是 你让他去见 精神科医生 究竟是抛弃了他呢 还是嫌他太重了呢 嗯 还是觉得他 真的很有病呢 嗯 还是你自己 受不了了呢 嗯 非常非常多 那么精神科医生 开的药 究竟是一个 好的课题 还是一副毒药呢 嗯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如何同 精神科医生 进行协作 这就是一个议题 嗯 还有呢 嗯 应用于青少年儿童 哦 专门列出来 对 对对对 我们由于 尽管你的戏录 相比 第一天已经很宽了 你完全没想到 接下来你能够 演女性也没有问题 第一天还为这事犯愁 嗯 后来你发现 只要动力关系在 其实这个跟 性别关系都不大 嗯 嗯 其中的 前少年儿童呢 你没有办法演啊 哈哈 是在这地上打过 这个 是 办理及家庭 嗯 精神分析有自己独立的 办理家庭的处理方式 啊 不同于结构的 不同于系统的 但是目前他们也都在相互参照 嗯 即应用于团体 嗯 分析性的团体 跟人际关系团体 非常的不一样 嗯 他更多的关注无意识动动力 而非人际互动 嗯 最后一章是什么 那就是 他结束了 啊 脱落 脱落 嗯 即转接 好像还不算最后一章 领悟与修通呢 啊 哈哈 嗯 前边都是讲怎么喂药的 这是药 哈哈 以及 怎么见下的 嗯 嗯 嗯 还有呢 原来在经典时期可能不那么重视 现在呢就比较重视分析师啊 或者治疗师的自我 他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很好的运用 及照顾 啊 嗯 自我成长 嗯 照顾 啊 即 治疗运用 这些不是在经典时期很重要的 当然经典时期倒不是说这不是件事 而是这件事呢就要给培训性分析来处理 啊 也就是目前我们比较常用的个人体验这个说法来处理 嗯 嗯 它的治疗使用呢就包含你本身的这个主体性 嗯 你自身的流派当中所属的药流派 你本人的经历啊 你本人的生活状况 嗯 你本人的价值观 宗教 这些其实都在其中发挥着作用 是 用好了则很好 用糟可能很差 嗯 嗯 所以这些是单独的议题 嗯 那为了处理这些呢 误导 对 一个分析性的误导 嗯 嗯 我们现在看起来这里边的门类已经非常齐全了 嗯 把这五个案例放在一起回头再来看的话呢 会让你觉得中间有哪些部分我们有可能遗漏了 或者需要多说一点 嗯 嗯 可能大家是那个回去可以随便的回头看呢 嗯 然后我会觉得说 比如说 嗯 如果去能够 呃 大家自己有空去把它解析出来 嗯 那些里面的疫情防疫情什么样 嗯 嗯 以及哪一些是呃 面自从清解释 哪些支持 对对对 对对对对 这些其实我们在案例当中啊 全部都涉及了 是 在不同的设置下可能产生的背景性疫情会是什么呢 啊 如果你是一个老师 哎 那可能的背景性疫情就是一个学生对老师的疫情 就随着这个设置啊 背景性疫情就开始生气 是 我们中间有些时候从咨询师这边所产生的这种感受啊 这就反疫情其实 比方说我们的头皮也拔麻 我们的大脑也断片 嗯 那这些就属于在躯体层面的反疫情 嗯 嗯 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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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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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组抗呢 有时候我们允许组抗呢 让它自然发展 比方在偏经典一点的设置当中 是 有些时候呢 我们采用偏支持的策略呢 使得这个组抗一开始升不下来 嗯 当然在我们的演示当中 没有碰到非常剧烈的复兴治疗反应 这可能需要比较专业的演员才能演得好 嗯 建筑行动的话呢 不明显 哎 你看吧 它什么东西视为建筑行动 因为建筑行动这个词呢 从弗洛伊德一开始使用它的意思 到今天这个意思 可以说它的内行变得非常非常大 嗯 顺便提一下 精神分析的概念呀 在它的演化史上有两个规律 第一个呢 使它的外延变得越来越大 嗯 我们知道一个概念呢 是由它的外延的 什么东西属于它 一开始的移情是非常狭窄的 它甚至都不止人际间的活动 嗯 它是一个如果你看了梦德解析的第七章 它是一个精神世界内部的活动 是吧 只不过后来呢 发现人际间的某些动力跟这个活动是有点像 嗯 所以它的外延逐渐扩张 嗯 那以前比较古典的移情呢 是对过去的某个重要人物的情感 愿望和冲突放在了当前的这个人身上 对一个部分课题说话 或者是对一个迫害性的课题说话 或者是从比较的意义上而言 从一个奇异课题在说话 我感觉我被视为一个宇宙当中没有的东西 可能是某个恶鬼之类的东西 啊那这些其实也发生了疫情 这些部分课题的疫情也算到了疫情 那原来针对一些自恋性的障碍 认为它们没有发展疫情的能力 那其实就是没有发展完整课题的这个疫情的能力 这不代表它真的什么也没移出来 所以在科普特这里呢 又把这个自体课题疫情呢 也算作疫情大类 那再到主体间性这方面呢 那人际间的这一切interaction 全都是疫情的产物了 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疫情跟反疫情 也被视为一对外的处理 而不是说有人发球 有人接球 而是这个动作同时的就产生了 由他们之间的这种互动的方式的一个组织原则 同时呈现了 在一端是疫情 另一端是反疫情的面向 所以疫情的外延变得最后 一切都是疫情 反疫情也是这样 一开始就是我们对于来访者 疫情的一个反应 到后来我们对来访者所有的反应 无论我们自身的情节 牵涉到其中与否 只要是从我们这边所感知的 那原来认为呢 这个疫情主要是一种反疫情主要是一种感受性的 那后来发现的一些比较重症的个案呢 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反疫情是这种非情绪性的 而是躯体性的 我并没有感觉到特别的悲伤 但是接下来去拉西去了 这些被称之为 Somatic Counter Transference 好像要把它再另立出来一样 那其实呢 他们认为 这是属于前预言期的问题 所以才导致了在躯体层面的响应 可是呢 这是一个西方视角的 对于东方视角而言 新生本来就不分 我们并没有说把一种疫情 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躯体的表现 我们躯体受不了的时候 算是一个Somatic Counter Transference 相反呢 我们主动的使用我们自己的身体 不管你轻重啊 我们打开这个身体的通道 一直在接受着 那其实呢 我们中国人帮他又扩展一点 放在一个比较东方哲学的这个维度里头 这个疫情跟反疫情可以用中国古代哲学这种感应 来理解 再往更深处的可以借用佛家哲学的一种共业 就是因缘哲学来理解 种种的这些呢 都使得疫情反疫情的这个蜿蜒逐渐作战 那原来阻抗呢 其实也是一个精神内的事件啊 阻碍了某个无意识材料到这个表面上来 那后来变成一个人际间的 在治疗当中的一个事件 然后通过这个阻抗呢 再来反推 他的精神内部发生了什么防御的过程 防御病不是呈现在人际之间的 阻抗是成绩在人际之间 更重要的是呢 他还是在精神分析的设置下所呈现的 所以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跟自己的这个发小闺蜜聊天的时候 不要说人家阻抗 要知道阻抗是在只有在这个语境下才会发生的 所以阻抗一开始也是一个人际内的世界 后来变成人际间的 后来一切皆阻抗 来反正到来了阻抗 吃到了阻抗 每次都掐着点来阻抗 来反正说梦阻抗 不说梦阻抗 老蒋一类梦阻抗 什么类都讲阻抗 来反正笑了阻抗 来反正哭了阻抗 所以这样一来 这个概念的那外延又扩展又扩展又扩展 就解释而言的本身是从梦的解析的这个针对于一个梦的材料如何通过梦的工作 通过象征 智患 明所润世 还原了这个梦 那后来呢 变成人际间的 对于这个疑情神经症的这些解析 那再后来呢 其实承经跟面智都是属于解释的前手 那这些都算总体而言的解释行为 所以解释也变成了 无论你说还是不说 还是你年华微笑 这些已经全都成了解释 僵局 那僵局有些人觉得已经卡死了才叫僵局 那可是在读导师这里看起来 那个局牢骚你都在里头 这不过你还没僵而已 那你不能老是在这个已经手脚都不能动弹 五花大榜的时候挂急诊 才就是对僵局的阻力 我们对一个个案进行连续的督导呢 就是为了避免他每次都挂急诊 可是呢 那每次陷入急诊当中的那个局是怎么开的 一无所知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 从一开始就僵局了 所有的这些复兴遗情的这种萌芽啊 老子就开始 所以外延的全部都在扩张 这就导致了某一个概念 它的外延扩张 第二个概念的外延扩张 第三个概念的外延扩张 以至于这边的这个临床现象呢 它事实上属于所有的 就这个断面而言 从遗情 从反遗情 祖康 从僵局 全都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呢 我们并不是按照这种概念的序列来讲 相反 要让大家先见见这一坨 精神分析从来没按照教科书进行过 是 我打个比方 修通通常是在各种教材当中的最后一章 我看看这本书是不是 不记得了 好像到某一天来房者的这个白细胞液升上来了 这个这个什么 体温也降下来了 修通了 好像这个时候开始准备出院 可是呢 来房者是怎么就能来的呢 来房者敢来这件事情 如果他里头没通一截 他能不能来呢 原来会在武汉时期会听到这样的歌 我每一次都从你们医院门前晃一圈 晃到了第三年 终于有勇气进来 你说修通是从每一刻开始的 修通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这一步 我们现在经常总结多少步治疗什么问题 多少步治疗什么青少年厌学 多少步治疗创伤 比方说六步七步 其实这里他有个很大的误解 如果总共是一百步的话呢 来房者走过了前边的九十六步 九十四步 剩下六步的功劳算计都不上了 行通啊 是一个在黑暗当中 来房者逐渐的能够恢复气力 逐渐到他认识他的问题 有这个自我协调的 变成自我不协调的 然后呢让他看到未来 谋动这个瓦解的可能性 这些我们完全都没发挥任何功劳 是他自己在前边的这九十四里 一点一点心肠的 所以修通并非是最后的一步 我不知道 好像治疗到某一天 现在我们谈谈修通的问题 前边的每一步 你的澄清 面致 解释 必要的支持 对将军的处理 对父亲治疗反应的管理 对建筑行动 无一不是在黑暗当中 一丁点的修通 所以治疗并非以线性的方式实现 尽管我们在边教堂或讲课的时候 整了一个好像真有的顺序出来 这是第一 万言呢 实在全部扩张 第二呢 更多的 他有一种positive shift 积极转向 我们前边讲那十个维度的时候已经提了 原来疫情障碍 反疫情障碍 阻抗障碍 老佛爷会觉得 把这手按在那头上 使劲按 阻抗可复了 父亲治疗反应障碍 建筑行动也障碍 建筑行动是必然发生的 如果你 当然了 这个时候的建筑行动的这个外延是扩张的 原来不属于建筑行动的 被纳入在进来 比方说来访者每次都来 每次都自由联想 每次都富有启发 因为说什么也没有建筑行动 no 整体而言在建筑行动 这些是反修通的 那我们要把这些建筑行动也都视为信息 原来都是 这反疫情不好 出抗不好 父亲治疗反应不好 建筑行动不好 现在就是只要你能够有充分的这样的一个 鉴定和强大的解析力 那这里面所包含的来访者非常重要的无意识信息 就会展现出来 所以这两个转向 我们也要留意 除了我刚刚所说的这些 从整体上而言 它们是议题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